欸,來來來,姐跟你說 三個姐會跟大家聊聊 國內外同志的大小事 戴好你的耳機,打開你的心 準備聽起來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彩虹平權大平台 我是新潔 我是倫倫 我是乃佳 好,因為我們要延續上個禮拜嘛 沒錯 對,但是在那之前還是要請大家幫我們追蹤 按讚五顆星評價 五顆星評價,五顆星評價 然後還有我們的留言 我們速速講一下我們的留言 有一個呢,他說 他叫石東警長,聽了就想去 那個我們的職場出歸論壇 他真的有來 哦,真的嗎? 讚,讚,讚 沒錯 然後還有一個,他說五星推起來 他叫做AT 他說標題好像很三八的語氣念哦 真的是一個聽了會讓人瘋狂 要這樣嗎? 五星推起來 學倫倫 謝謝謝謝 倫倫表示學的很爛 對 真的是一個聽了會讓人瘋狂點頭 又一直笑的podcast 每一集都好喜歡 他說有機會的話希望可以做non-binary的主題 因為感覺台灣不是有很多人認識這個族群 然後再來再度說台灣有你們很幸福 希望以後有機會回去參加你們的活動 可以 我們下次可以來做做non-binary還有pansexual 天啊,好難哦 先上英文課 接下來還有一個他說好好笑 很喜歡很有趣 謝謝你 還有一個說 議題範圍廣泛能夠令人增廣見聞的頻道 Yeah Thank you 他叫做Ariel Teacher 然後還有另外一位 他說主持人們不同的個性太有趣了 默契很好 節目內容也很豐富 謝謝你們 You're welcome 那這一集我們就是要延續上個禮拜 所以是 揭露迷片的冷知識 以及說不完的拉子咪咪 Again哦 女同志特輯 對,我們上一集錄了四十幾分鐘 不要五十 很久 對,然後這一集我們會控制一下時間 然後因為網友的問題很踴躍 所以我們就連續兩集來回答大家啦 Yeah 然後其實蠻多的朋友問問題都是女生 可能你是女同志或雙性戀的朋友 那但是因為真的很多問題 個人每個個體經驗有很大的落差 沒錯 對,所以我們的答案就是跟大家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我上集有說我們這一就是都不是正確發言 不是正確回答 對,我們的回答並不代表全部的女同志 都這樣,或者是說並不是真理 就是我們自己有限的生命經驗誤出來的道理 對 然後所以接下來這一題有一個是 喜歡侄女怎麼辦? 欸你們兩個都喜歡過侄女 欸,你 我交過女朋友,對阿 哇哦 但是她是 我記得她應該是 spy 哦 所以她是喜歡你男婆的部分 哈哈哈哈 OMG我被diss了 我覺得是 哈哈哈哈 好,關於男婆,大家一定要聽上一集 哈哈哈哈 她是 我們 對,上一集就告訴你女T跟男婆的 對 所以欣杰完全沒有喜歡過侄女 可以不要這樣沉默嗎? 可以不要這樣沉默嗎? 我剛才想說是我們錄音沒有錄起來嗎? 不是我回想一下啊 子女的意思是小學二年級 異性戀女生 對啊 我說小學二年級我喜歡上那第一個女生算嗎? 她那個時候應該是異性戀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異性戀 對 我好像沒有喔 紀憶以來我都 我有喜歡過雙性戀 嗯 但是好像沒有就是 這種異女旺 這種 嗯 對 所以這一題只有奶家可以回答 其實也沒有怎麼辦欸 我覺得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當下在就是那個狀態裡 我當然也會覺得一定是因為 我不是男生 或是一定是因為她是一個侄女 所以我們兩個人才沒有 沒有辦法在一起 對 然後但我現在回想起來 我都會覺得沒有 她就是沒那麼喜歡你 Yeah He's not that She's not that into you Oh my god High five 像 空氣 high five 對好了 但我可以理解 就是很多時候你會覺得 啊好無奈喔 或者是說到底還能做什麼 對啊 對 然後我覺得很多時候 很多女生就是 因為我們前一集也有聊到 其實蠻多女生 她可能都是敗 只是她有沒有那個機會 可以去 接觸嗎 對 或者是說探索 或者是說去接受你的情感 因為很多時候 我自己的經驗是 其實很多女生是很害怕的 就是她其實也會 很正面的回應你的感情 但是當就是要在一起 或者是說 呃 比如說在 呃 要去面對到 對面對 朋友或家庭的 一起的時候 對 她可能就會有點退縮 因為她就會覺得 天啊 就是我這樣說 我就變成同性戀了嗎 那 可是我沒有 我不是同性戀啊 就是他們會有一個 我們從小到大 那我們自己都會有一個 性別認同的掙扎 或者是 對 性情向的掙扎的過程 然後我覺得他們也有 然後他們這些過程可能 是比較晚 比如說到上大學 或是出社會之後 她的包袱可能越來越大 其實也有人 也有人三十幾歲 四十幾歲才發現說 哦 原來我是雙性戀 哦原來我是 其實我是女同志 嗯 對 每個人在不同的時間點 她可能都會有 探索自己的一個 過程 對 跟過程 對啊 所以我就是 就是 就是也不能說怎麼辦 就是如果你有那個耐心 跟你非常非常喜歡這個人 然後 你願意去 陪伴他走過這個過程 天啊 好像什麼 或者是你們有討論出一個 你們都可以接受的方式 欸欸欸 我沒有這個耐心 哈哈哈哈 我感覺到了 對 但是就是每個人的選擇不一樣啦 對啊 我連還沒對家裡出櫃 我都覺得無法解釋 哈哈哈哈 所以每個人的 那個條件不一樣啦 沒錯 我真的也沒有對家裡出櫃 我可能會稍微遲疑 就是如果我是男生 或是他完全 他現在沒對家裡出櫃 而且他以後也不打算 對家裡出櫃 這一種 不行啊 那我們就不會結婚啦 對啊 雖然也沒有說一定要結婚啦 出現結婚 我想要有婚禮啦 這次強調 不一定要結婚 我要有婚禮 哈哈哈哈 你說辦完婚禮 說完紅包以後不去登記嗎 騙錢啊 也沒有啦 傻眼 只是想要穿婚紗 對 這一題大概就 就回答到這邊 對我覺得 欸其實我身邊有蠻多原本 也不能說蠻多幾個 尤其是這兩三年 就是你原本 他原本也覺得他是疑心戀 你也覺得他是疑心戀 可是他後來就跟女生在一起了 嗯 然後他們也接受蠻好 他也不覺得 他可能也不覺得他是雙心戀 他就覺得 喔我跟著 我就遇到一個我喜歡的人 然後我想要跟他一直在一起這樣 嗯嗯 對 就是也不是沒有這種事 我也有好幾個 以前在大學的時候 一起長大的 女同志 朋友 到了 三十二三歲之後 紛紛跟男性結婚生小孩 嗯 就他在跟這個男性結婚生小孩 之前他教的全部都是女生 嗯 對 也是有這種 就是 所以我覺得那個認同 跟你遇到的這個人 他的生命經驗 跟他當下想要的狀態 其實是蠻有關係的 嗯 對 所以就是 就是 不要 不用因為對方 就是 是侄女 然後可能他以他的性情上為理由 拒絕你的感情 就 不要因此就覺得 人生就是沒有希望或是 怎麼辦 全世界都是侄女 我要怎麼 有可能 沒有全世界真的沒有侄女 對 欸 我跟妳說 我真的 跟我很多朋友 在國外的 尤其是比較偏T 我們這個世代的T都比較壓抑 他們就會一直覺得 啊我一定找不到終身伴侶 我都會跟他們說 新妹一直來 你們真的不用擔心 哈哈 剛好也有 哈哈 你只要不介意年齡的差距 真的 不用擔心 現在年輕人都很放開 哈哈哈哈 對 就是這樣 嗯 好 再一題 對男生真的沒有感覺嗎 啊不是廢話嗎 哈哈 欸 可是我覺得好像也不是一刀兩斷 有些人 喜歡看Gay片欸 對看感覺是什麼 對那種感覺 有些人好像也會看到男體 覺得很High 嗯 就覺得好帥 好多肌肉 好想摸摸這樣子 嗯 對 然後喜歡看Gay片的女童 這還不少 也是有啊 對啊 我是不喜歡啦 結束這個話題 但我沒有想要看到10D 就是2D的可以 喔這個動畫可以喔 不是不是那個 就是 影片可以 影片可以喔 但如果出現到我面前 開始脫衣服 我可能會想說 欸 你先穿好 哈哈哈哈 對 說同學同學 對 但是我 我覺得對男生真的沒感覺嗎 每個人不太一樣吧 對 有一些人 有一些人 呃 是女同性戀的原因是 他 就是 可能情感交流上 他搞不好跟男生 比較喜歡女生 對 但是 或者是說他在性方面 他就是 只對 同性別的人 有性吸引力 但是這個很難說 就是對男生 沒有感覺 到底是哪一種感覺 對啦 但我們個人就是 我對男生是一點感覺 我沒有 我非常有感覺 好 謝謝 哈哈哈 欸拜託 這女同志的那個專題 我好歹也要插一下話 要要要 你趕快自己多插話 好好好 知道到底要Cue你什麼 哈哈哈 我對男生真的沒有感覺 而且 就是 連 我也不喜歡看Gay片 我就會覺得一個男生 就是 平常就是 看一般的A片 我還要忍受 那邊有一個男生 嗯 然後既然有兩個男生 誰想看 哈哈哈 好的 好可憐 呵呵呵呵呵呵呵 對 要學會欣賞別人 OK OK OMG 好下一題 在台灣怎麼生小孩 國外生真的好貴 欸不然我們有一集 請童家會來那個 分享一下好了 對 雖然我也是知道 畢竟我是一個 非常渴望生小孩的人 不過 我想我們可以邀請 呃 專業的朋友 對對對 專業的朋友 來跟大家 一起討論 目前 女同志在台灣 要生小孩 唯一的方法 大概就是跟男同志 借金子 嗯 不一定是男同志啊 就是跟一個有金子的人 女人 對 跟歪染色體 嗯 借金子 對 對 好 因為搞不好是一個跨女啊 對啊 對啊 所以反正就要借金子 但是 呃 會有一些侵權的議題 對 還是會有什麼生父 你有生父 然後生父要放棄 呃 放棄侵權 然後可能你跟你的配偶才能 呃 就是 兩邊都有 這個小孩的合法侵權等等的 嗯 就是這樣 嗯 所以這個我們再請 同家會朋友來跟大家分享一集生小孩 男女同志可以一起講 沒錯 但如果大家 這個很急的話 也可以馬上去搜尋 同志家庭權益住經會的網站 可以有一些資訊 或是參加他們的講座 你說多急 我明天就想生我現在排卵 今天排卵 不必不必 卵子給我收起來 卵子不能收起來的同學 那丟掉 不行 哦 我要講男女同志的差異 我很愛講這個故事 我跟你說 我有一個同事 以前同事在熱線 哦 我知道 我就不說他是誰了 但是我就是跟他一起去演講 他是一個男同志 我有一天跟他一起去演講 早上的演講 然後我們就演講演講 大家演講了大概到一半左右的時候 我就突然發現我的月經來了 OMG 我的月經就在那一刻留下來 然後呢 他就一直留 一直留 一直留 然後還好 我那天是穿比較長版的衣服 然後是穿褲子跟長版衣服 所以我的褲子有吸掉那一點血 然後結束的時候我就匆匆忙忙的跟他說 我跟你說我月經來了 我要去弄一下 他就說 蛤 突然就來了嗎 然後我就說 對啊 他說 你不能忍一忍嗎 是尿急哦 他說他以為 就是月經跟拉肚子一樣 你可以擴月經 就是收縮一下 那個月經就不會流出來 我就跟他說 不是 他就是會流 你也沒辦法控制他 你也不能控制他 什麼時候要流 這就是一個健康教育的部分 對 因為他家一家三個都是兒子 就是他有兩個弟弟 然後所以 他似乎完全不了解月經是怎麼一回事 他現在滿多男同志會這樣 就如果他沒有姐妹的話 對啊 可是姐妹也不會跟你說 就是你可能會知道說 哦 月經是這樣 可是你不會知道說 他沒有辦法忍 就是那個 就是你 你會以為是像尿尿一樣 就像 就是我們可能不知道那邊 有所謂的肌肉組織 你知道嗎 就是 那個等等 陰道外面沒有過月經 對 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因為我們不知道那邊沒有肌肉組織 因為我們在健康教育課也會只有講說這是陰道 然後他不會講說這邊是 長什麼樣子 然後他是不是可以收縮 因為我們只知道說 好你要生孩子的時候 你陰道可以打得很開 然後你可能會需要減慧陰 然後子宮會收縮的厲害 你現在知道很多你很厲害 我也覺得啊 拜託OMG 但是其實就是 我們真的不會知道說 原來那邊是沒有辦法 就是 像剛剛我們一樣 就是你這樣縮起來的 對 很難想像 會有東西一直從那邊流出來 你都不能控制 很可怕 很可怕 很麻煩 如果感染了有分泌物 他也是會一直這樣流 哦 是哦 對啊 那你們月經來的時候 不會就是 像馬上變健康教育課 就是如果你沒有處理好 他是不是也會讓你的尿道容易發炎 對啊 因為他很靠近 對 或者是你尿到發炎的時候生理期來 你也就是很崩潰 很可怕 反正所有東西都構成一團 而且因為我知道就是 女生的身體狀況 就是會影響到 你們自己本身的陰道裡面的 是酸鹼質嗎 還有細菌的種類 像我之前有個好朋友 他有說他的陰道很容易就是會 感染 然後會有就是長霉菌 或什麼之類的這種 對 我覺得那狀況感覺就是很累 嗯 很麻煩 很麻煩 沒錯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我也是後來才會知道男同志 比如說 那個 呃什麼 前列腺高潮 哦 是什麼東西 前列腺就是俗稱的社護腺 社護腺保養 那個我們別急再聊 我們別急再來講 前列腺這件事情 好 下一題 有人問說要怎麼樣才可以練習手指的技巧 看我的書啊 哈哈哈 你說好好時光嗎 欸好好時光已經第一版 就不是第一版 就是好好時光 我是2014年出了一本書叫做好好時光 就是講女同志的親密關係 呃好像叫什麼 她的副標好長喔 什麼與指導之類的 然後現在 現在呃 呃我已經在跟出版社談了 我們要出 第二 第二次的 呃好好時光 你說二刷嗎 不是二刷 已經二刷過了 是要 重出 重出 要重寫 因為很多知識 已經六年了欸 她的名字叫做 給女同志身體 性愛與親密關係的指導 對 已經六年了 哦 真的耶 對 時間過得很快 歲月如縮 時光飛逝 所以 要重寫囉 就是 所以 好像電子書還買得到 但實體書已經全部都賣完了 哦 就現在呢 可以去圖書館 可以去圖書館 或二手書應該有 嗯 嗯 應該 應該有些二手書有 然後他這裡面有講得很仔細 大家要怎麼樣練習手指的技巧 嗯 然後還有包含下一個題是 欸 等一下 在在在 就是雖然無法 描述太多關於練習手指的技巧 但是就是 大家還是要記得 就是維持手部的清潔 還要剪指甲 還要把指甲磨圓 對 還要洗手 沒錯 要不然就會回到我們剛剛上一個討論的主題 明道發言 對 OM 很不舒服 不行 對 然後 然後 呃 下一題就是 女女性愛通常如何畫下句點 他後面有接著說 之前有看過 女同志性愛太持久 造成手抽筋的困擾 這個很難一言以必知欸 每個人的狀況不太一樣啊 對啊 像男同志的性愛 就是畫下句點就是射精嘛 有不射 可以不射就結束嗎 也是有 那會不歡而散嗎 不會 這搞屁啊 比方說我的姐妹室友 她就是之前就是可能會約人這樣 然後 她就說 她可能今天就是沒有想要跟對方 就是有錯 插入式的性行為 她可能就是幫對方就是口一口 然後她射完之後 對方射完之後就這樣 這樣子 所以她沒有 呃 對 她透過這樣子的 就是幫人家口口得到一些滿足 親密感的需求 對對對 就也是有這樣的狀態這樣 嗯 對啊 所以每個人的 其實每個人定義 重點是 你自己覺得怎麼樣算結束 我也知道有些人 他就是覺得一定要高潮啊 就是 老娘不高潮不罷休的這一種 就是 但是也有人覺得 他覺得親密感足夠了 就可以停下來了 可是他是怎麼知道親密感足夠啊 感覺啊 你的感覺還是對方的感覺 就可能你 自己的感覺或對方的感覺啊 會講一下啊 對啊 會講一下啊 是嗎 可以的嗎 還是什麼嗎 可是有時候真的很累 如果很疲倦啊 或是身體不舒服 真的很難到欸 嗯 我可以理解啊 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會影響到高潮的品質啊 還有很多高潮 我覺得 我覺得是因為 就是大家很容易想像男生的心 就是射精 所以他們就會覺得射精 大概就會結束了 對 可是好像不知道女生 什麼時候會結束 女生會高潮啊 對 但是不一定 可是你們高潮不是一波一波一波嗎 可以喔 對 那如果一波一波的話 那到底要到哪一波節 就是自己的決定 所以我可能就是 啊 但我還是會停停停 就真的停這樣 對啊 也可以繼續啊 Oh my God 欸 是啦 真的是會死掉欸 也可以繼續 也可以再繼續 完全癱軟在床上 啊 就很累啊 看你明天要不要上班 蛤 好棒喔 我想試試看啊 可惜我不是女同事 可以啊 可以一直高潮啊 可以的 很棒 休息一下就可以再高潮 而且你們還是 而且我 因為我們因為要做這個節目 等一下她臉真的看起來很棒的樣子 我說 她的臉真的表現 對 凌倫倫看起來真的很羨慕 而且我跟你講 就是我 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昨天在辦公室 還有認真的討論性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有談到的是 對於男生來說 好像他一定要有一個trigger 可是那個trigger 可能就是 實體的 肉體啊 或什麼 可是對女生來說 他可能比較是 你一個情境 一個情境 一個狀態 對 然後那個感覺 可能會使我有感覺 對 你們又不知道 女同事從喝咖啡 就是前戲了嗎 OMG 我們昨天有舉一個 很具體的例子 就是男生約泡 或者是交友的 那個軟體上面 就是他可能就會立刻 傳屌照給你 但是 如果有人傳 因為他看到器官 他可能就會覺得好 因為男性可能就是 看到這種實體的刺激 視覺的刺激 欸你會high喔 還是會覺得這個ok 但是就 嗯可以喔 類似這樣 對 可是女生說 比如說女生說到奶照 可是想說 蛤 蛤 蛤 對啊 或是音波照片 就會騷擾 對 會傳屌 你說你們也不喜歡 看到Vagina 不是不喜歡 我不認識你 我要幹嘛看你的音波 但是我為什麼要只收到 不是不是 你長什麼樣子 我想知道你長什麼樣子 你整個人的樣子 你可能會看到臉 因為他可能會附臉 跟附屌照 對一些男同志 他可能是會附臉 附屌照 可是也可以只附屌照 看人啊 對 所以大部分就是可能看了這 都覺得好像ok 可以試試看聊一下 然後說那要不要約 然後就可以約這樣子 嗯 但這個狀態比較不會出現在 女生交流的環境裡面 因為我們需要的 可能是一個比較 不會只是你的身體的器官 對 可是比如說 整個情境吧 對整個人相處好不好 輸不輸 像我就很在意對方聲音 好不好聽 哦 欸我也是 對 如果他的聲音 是我不喜歡他的聲音 我覺得這好難 就上床我完全不可能 就純上床也不太可能 所以其實這件事情 我們昨天就有在延伸到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那時候都說 所以其實性侵這件事情 為什麼會發生 是因為在那個情境當下 男生就覺得 哦 你說這句話就是可以 就是可以了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要上床 可是對於女生來講是 我很喜歡這個情境 然後這個情境 我覺得跟你很ok 可是跟你 可以慢慢發展 可是跟你很ok 不等於我今天就要跟你上床 而是我覺得這個情境很好 跟你相處 有一點點曖昧 有一點點怎麼樣 我覺得很好 可是不等於我要上床 是很容易的事情 我知道我知道 可是是因為我們昨天談到了 就是對於女生來說 情境可以誘發她的感覺 這件事情 其實不見得是在男生的 思考範圍裡的 因為我可能不會因為一個情境 我就突然覺得 幹我好想要幹爆你之類 就是可能不一定了 通常要有一些催情的東西 就可能要有一些挑逗啊 那個我們才會有trigger 會有一個情境 對啊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對啊 所以也不是說 而且可能常常 可能做到某個階段會覺得 我不想繼續下去 然後再回到我剛剛講的說 我覺得女生很棒的地方是 女生有很多重高潮 一直提高潮 這是有多羡慕 就是各種的高潮 怎樣 理理外外 前前後後 後上上下下360度 就是很多種啊 我覺得很棒 我也有聽過有人 就是她的胸部 只要刺激她的胸部 她也會高潮 好好 我也想要欸 哎呦 我真的笑到撞到皮子 好我們結束高潮這個話題 我們繼續往下 對啊 今天只有講高潮這個事情而已 對好的 接下來就是因為剛剛講了 一大怕是關於就是性方面的事情 所以接著就是分享一些 很神秘的關於謎片的一些冷知識 來吧 就是你知道嗎 拉子的A片超級受歡迎 是排行榜第一名 OMG 說來聽聽 怎麼會這麼誇張 對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免費看A片的網站之一 叫做Pornhub 然後呢 不要跟我說你不認識 不要騙人 他疫情期間都有試 你在跟誰說話 你在跟聽眾嗎 對啊 我想說你在跟我說話 我沒有 我很承認 我剛才直接google 不是 而且疫情期間他們很貼心欸 送很多免費 對啊 很高畫質 Premium 對 傻眼 反正Pornhub每年1月都會公布 他前一年的那個 使用者的這些統計的一些數據 跟大家分享 就是A片市場最新的一些趨勢跟情勢 然後他除了會公布就是最受歡迎的演員排行榜之外 他每年會公布哪些類型最受歡迎 或者是有一些竄紅的 那根據這個Pornhub公布的數據呢 在到訪就是Pornhub的這個流量當中 其實女性的用戶大概占就是三成左右 對 然後他在 是新用戶裡面的三成 固定用戶吧 固定用戶 就是流量啊 就是他每天這樣就是進去看的 他可能就會發問 就是會問說你男生是女生之類去確認 對對對 然後這個平均下來就是大概三成左右 然後2017年全世界的平均就是女性的用戶大概是26% 然後2019年的時候是增加到32% 多了6% 我覺得很好 就是有越來越多女生會去看A片 重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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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從2015年開始 連續四年 全球最多人搜尋的A 就是他們在搜尋他們想看的A片 他們下的關鍵字最多人的關鍵字就是LESBIAN 蛤 我覺得有點可怕 真的 這應該大部分不是LESBIAN自己search的吧 對因為女性用戶只占三成 喔也是齁 對 然後呢這個保... 欸欸你知道 我如果是我 我現在會不會自我揭露太多 如果是我要查 真的是LESBIAN的話 這個等一下再講 喔這個後面會提到 對不對 我都希望你要講什麼 對然後就是 對從2015、16、17、18 就連續四年 最多人搜尋的關鍵字都是LESBIAN 就是... How come? 對就是很多很多 可以直接就說有很多很多男生看A片的時候 他想看的就是LESBIAN的A片 你說AKA一性戀男性 應該是啊 對 然後呢 難不成是GAY嗎?是你嗎?同性戀男性嗎? 我幹嘛?我多喜歡看男男剛教 我幹嘛要看女女在那邊舔A呢? 對就是不太可能是GAY的原因 是因為PORNHUB有一個專屬GAY的分頁 對對對 所以他這個統計資料是針對PORNHUB 就是基本上是設計給異性戀男生的這個網站 OMG 然後最多人搜尋的就是LESBIAN 然後在2019年的時候 LESBIAN的寶座讓給了 JAPANESE還有HENTAI 就是所以LESBIAN變成了第三名 然後可能的原因是因為亞洲地區的用戶 就是大量的成長 HENTAI跟大家補充一下 你抽選HENTAI出來的都會是那種色情動畫 動漫類 H E N T A A I 就是日本的那個HENTAI 對對 然後所以那你們知道就是從地區來看 你們知道LESBIAN這個類別在哪裡最受歡迎嗎? 說來聽聽哪裡? 答案就是在北美、西北歐、澳洲跟紐西蘭 AKA 同志權益比較受到保障的地方 蛤?為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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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剛才討論 我在想有可能是不是 這邊的人比較不覺得這是一個禁忌 比如說阿拉伯 他可能只要看到兩個男的或兩個女的 他就已經覺得 崩潰了 就已經崩潰了 他世界要崩潰了 然後他不可能去看他上床嘛 嗯 對啊 然後或者是說這些地方的人 嗯 好像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人對女同志是有錯誤想像的 嗯 對 很神秘 然後我記得我第一次聽到這個 就是 就是這類的數據資料的時候 大概是兩年前 然後我那時候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聽到好可怕喔 身為一個女同志感覺不是很舒服 一直被引 對 就是我作為一個Lesbian 然後我想說 哈囉 哈囉 有問過我嗎 他也沒有看我其實 也不用問過我 對 其實我也不用爭得我的同意 但我就覺得很乖 嗯 對 然後就是 就是很神秘 然後 我自己覺得 為什麼是同志權益比較受保障的地方會 大家會這麼熱愛看Lesbian 可能一個原因也是因為 女同志比較會出現在他們的視野裡 然後他們 但是又沒有多到像一般的女明星 或者是什麼異性戀女生的一些樣子 可是 然後可能就會覺得 有看過 好奇嗎 好像有點酷 那來看一下 我猜 我猜 可是出現在他們視野裡的女同志 都不是A片上面那些女同志的樣貌 不都是很辣 然後在那邊 可是我覺得這跟三批的想像有關係 就是他會看兩個女生 他會覺得他要加入嗎 對 我昨天也有說 我覺得也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他可能會覺得這兩個女生正在等待我加入 然後好像一份 對 不知道很神秘 可是因為大部分的這種所謂的Lesbian 都是拍給一男看 就是常常中間會有一個或兩個男的加入 然後最後就會變成這男的在上這兩個女的 這樣子 所以那我要講我剛剛要講了 對 就是我如果真的想要看 呃 女同志的A片的時候 我會查real lesbian 嗯 真的女同志 那真的會有真的女同志出現喔 對 就是這個 這種 就是剛剛欣姐講的這種 就是比如說拍給一男看的 就是這些 大家 可能熱搜到的所謂標籤是Lesbian的這些A片 其實 很多時候那個女演員裡面的那些女優 就是做為女同志 就是你一看就知道這個絕對不會是女同志 假的假的 演的演的 對 然後比如說他們可能就是 就是美甲啊 水鑽啊 什麼什麼 然後在那邊就是 摸他在摸他音部的時候 都覺得你音部很痛 對 我都覺得天啊好可怕喔 而且有的時候我會覺得天啊好不衛生喔 對啊 就是指甲油什麼什麼 就是很可怕 對 所以就是 就是那個感覺就不是要給女生看的 對 是的 所以但是有一些其實也是比較像queerA片 對 然後或是一些比較女性視角的這個A片 對 下次有機會再介紹給大家 女性視角的A片其實日本有耶 就是我有看過 嗯 他就是單純的男女的A片 然後以女性視角的時候 他就是 他的連拍攝都非常重視情境 對啊 然後呢 然後不會大特寫 對 很會也聲音也很好聽 一切都很好聽 幹我真是女同志耶 真的 就是跟你說你是男婆 真的是 趕快啦 趕快來歡迎認識 什麼東西 對好的 反正就是講到A片 就其實現在A片市場上 確實就是有比較注重 比較女性的觀眾需求的這種片子 然後也會有主打是queer porn 或者是feminist porn 嗯 對 然後這個就是 但是這種片比較不會出現在pornhub 這種免費的網站上 通常要錢 對 因為他們都是比較高成本製作 對 所以就是有機會再找時間跟大家分享 對啊 那 今天就是連續兩個禮拜 我們幫大家揭秘 不知道有沒有接到 拉紙的秘密 到底有沒有接到啊 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對我們回得太認真 就是 你跟我突然 突然就是 希望大家不要因為這兩集討厭我們 我們很努力了 謝謝 不用太認真 都是我們那個 以上不代表本台立場 我們都以個人經驗出發 對 不代表所有女同志 對啊 那如果你聽了有什麼反思 或也想要跟我們分享 或是我們覺得 欸你絕對沒有講到 你心坎裡想要跟我們 重新再討論一下的話 也都歡迎留言 然後還有寫訊息給我們 沒錯 嗯 最近有收到E-mail 然後也有收到IG的訊息 沒錯 所以大家都可以追蹤我們 EqualLove.tw 然後或者是在 Apple Podcast上面 幫我們五顆星評價 感謝五顆星評價 那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啦 掰掰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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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